是啦以後人家問你說到底台北市自然有變好嗎 對你千萬不要就是我覺得啦 因為我為什麼要大數據分析 就是要客觀 因為有數字 用數字說話 而不是 用你的主觀意識說話 所以如果你要說服別人之前 我是建議啦 你開頭建議 最好不要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的話 你是誰 對你是諾貝爾得主嗎 還是 你是什麼高位 不是現在高位的人也不見得講話有份量 最重要就是說用數字來說服別人 但是這個數字呢 你也不能給一堆數字 人家看不懂 所以最好是呢 就直接給他一個 有圖有真相 所以最好的話呢 就是用樞紐分析圖 畫出類似像這樣一個圖 那最簡單就畫個折線圖 因為折線圖 比較跟時間有關係的話 那橫軸就是時間 縱軸就數量 那畫個 這線圖 音不了然嘛 一看就知道了 有沒有 每一年遞減 那你就不用再多說話了 因為你怎麼說 你 也就沒什麼好說啦 就是變少了啦 OK 然後至於哪一區 那你可以畫個什麼 比例圖 畫個圓形圖 有沒有 那你底下答案就出現了 那至於要怎麼去 畫出類似像這樣 很簡單 你只要用樞紐分析 表有沒有 就可以馬上再畫出樞紐分析圖了 這個動作其實非常簡單 那前提是呢 第一個 你必須要 比如說我要統計 哪一年的話 那記得喔 第一個動作 如果你要使用樞紐分析表 你一定要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你要統計的 那個 資料有沒有那個欄位 如果那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你就把它產生就好了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如果你要統計例年 第一個啦 反正就把前三個字 前三個字的話呢 最簡單你可以用 插入函數用LAPT 那LAPT的話呢 你就取前面這 這個三個字嘛 取三個字就可以了 不過啦 這邊會有個問題 可能會發生問題的點 就是說 因為LAPT是一個文字函數 所以你取得了1103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他得到的結果喔 會有前後雙引號 有沒有發現 那如果你是前後雙引號的話 表示 他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會出問題 OK 可是如果統計的話 折線圖假如你不轉換的話 以目前這一題來看 好像沒有 沒有問題 試試看喔 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你要轉換 所以如果有問題要怎麼轉 我們先切前三個字 按確定 然後呢 前三個字OK 向下填滿 OK 但是啦 你一看你就可以看出來 他這個資料一定是文字 為什麼一定看就看得出來 有沒有發現 他的對齊方式 有沒有 他是 靠左還靠右呢 如果將來你看到資料 假設靠左 的話 理論上都是文字 除非說你自己用 這個對齊方式去改變 如果你預設的話呢 他假設是靠左 那他的形態 一定是 這個 文字 當然如果你假設啦 你說老師 可是我希望將來 如果要計算啦 因為這一題我們沒有計算啦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那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你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那怎麼樣轉換成數字 好像前面跟各位講過吧 這個是文字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文字轉換成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想到有個函數 叫什麼呢 叫Value 所以你就在這個labs前面加一個V 打個V就可以了 這邊打個V 他其實理論上應該提示 Value有沒有 把它點兩下 他會出現Value加前刮弧 那你在後面再補一個後刮弧給他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把103的文字 轉換成103的數字喔 不過跟各位講喔 這一件事情前提是說 你這個欄位 將來會需要計算 你才需要做這個動作 可是以我們這一題來看啦 其實沒有啦 所以其實沒有 你不轉也沒關係啦 OK 所以這個我就暫時不轉 我試一下 加一個Value 然後呢 他這邊的話呢 這邊加一個V對不對 然後他會自己跳那個 這個Value出來 前刮弧你再補一個後刮弧 那會有什麼差別喔 其實你打勾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發現 他打勾之後有沒有變化 有沒有加一個Value之後喔 因為他變數字了 所以他的對齊方式喔 會馬上 靠右對齊 所以有的時候喔 你說靠左靠右 到底有什麼差別啦 其實喔 馬上可以看出他的資料形態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OK 不過這一題的話 我覺得你 兩可啦 其實你不加跟加 好像都可以 我先把它 恢復成不加的狀態喔 那接下來呢 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 可以把那個 歷年竊道折線圖畫出來 很簡單 因為你已經有年喔 所以以後喔 假設說 你要統計 歷年竊道的這個數量的話 那第一個 你必須要產生一個欄位 叫做年 OK哪一年喔 那可能是 民國年啦 也可能是 西元年 這個不管 反正如果你是 這個民國年 你就民國年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游標就放在這個範圍之間喔 插入什麼呢 樞紐分析表有沒有看到 OK 那這個樞紐分析表 非常非常的好用喔 如果應該大部分同學啦 應該都有用過的經驗 而且應該很多人每天在用喔 那很簡單 接下來你就插入 樞紐分析表對不對 這個時候他問你說你的範圍對不對 那範圍應該沒錯啦 他選應該A1到H的3851應該沒錯按確定 那他會幫你把資料 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理論上這個新的工作表有沒有 他會放在這個的前面啦 所以將來會多一個 這個工作表在前面 所以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他多一個這個工作表1 那你要怎麼統計的 很簡單 你只需要把年怎麼樣 這個欄位喔 拖拉到列 再把年這個欄位有沒有 再拖拉到10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他馬上會幫你做一件事 就是年拖拉到列的時候呢 表示說你主要要幫你統計的欄位 是哪一欄 好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值的話呢 就是如果假設你的裡面的資料是文字的話 他就幫你把 只要是 100 100幾 像102 他算完就一個 有沒有 101一票 有點像那個幫你把他算完的意思 所以104累積下來的數量就這麼多 一次類推啦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 完成這個 結果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移除的話 很簡單 往上拉就可以了 有沒有再把他往上拉就消失 這只要 這樣往下拉 拖拉 再拖拉就可以了 黏跟黏 OK 但如果假設啦 你剛剛轉換成數字的話 他可能 就不是技術喔 他可能是統計他幫你加總 所以你還是要把他改為技術 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剛剛沒有特別加Value的原因也在這裡 好那最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102 103為什麼只有一筆 這兩個有點怪怪的 好像有點他是物質的感覺 不可能說 這兩年只有一個 切斷案件嘛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要給人家看資料 多這兩個有點怪怪的 另外的話 113好像因為沒有 現在好像還沒過完喔 所以他給的資料呢 有點不太夠 不過有點太少一點 所以假如說呢 你最後希望說把這兩 列 跟這一列呢 不要顯示出來的話 那最後你其實可以在列標籤 右邊這邊有一個箭頭 點擊 他這邊有個類似像篩選的功能 你可以把102 103有沒有 打勾取消 然後113打勾也取消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他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正確的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馬上有個表格出現了 從104 到112年的數量 馬上一目了然 他你目前看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有沒有 從 104 等於是 一年喔 有657件 切斷案件 平均等於是大概什麼 兩天 365天 大概一天 接近兩件切斷案件 到 去年的話呢 等於是 一天不到一件 那應該是 有蠻有感的喔 OK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是 這個算是台北市的切斷案件怎麼會下降這麼多呢 到底是 哪個地方 所造成的 OK 不過看起來 治安是變好 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第一個 先幫我把那個年 因為這個部分我覺得 你 不太需要用到 ChargePT吧 OK 如果這個地方用ChargePT 實在有點像 殺雞又牛刀的感覺 接下來的話呢 記得喔 插入 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記得這邊的話 把它拖拉過來 然後再拖拉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